男子在海滩上散步,远远的望去发现一个沙坑,里面的黑色东西在蠕动,这个时候男子感到非常好奇,过去看看,一看可乐坏了,原来沙坑里面全是刚出生的小海龟,这时旁边的一位男子帮忙决定,让这些可爱的小海龟可以回到大海,等小海龟差不多都从深层的沙中钻出来,人名男子把这个沙坑弄开,让小海龟爬出沙坑, 男子把刀挖好之后,小海龟陆陆续续地爬了出来,往大海里爬,过了一会儿,里面的小海龟一个接着一个从洞里爬出来奔向大海 原来小海龟出生是等待所有的蛋孵化好之后,群体一块儿爬向大海,增加存活的几率,因为在海滩上经常会出现海鸥等捕食者,在海龟爬向大海的时候来捕食他们 此海龟每年可以产卵很多次,每次产91到157枚左右 海龟找到合适的产卵地点后,就会挖掘一个洞穴,然后在洞穴里产卵,产卵之后,此海龟会仔细地 用后肢将周围的沙土拨回洞穴中,盖住自己的卵 由于海龟没有看护卵的习性,而右海龟大约需要40到70天才能破壳而出 但是据了解,小海龟的成活几率只有千分之一 好, he's still in their own way no, no, no look at the guy in the front though, he's like way ahead of the top he's flying he's flying 现金 你看了,那框 你看了 你看,你看了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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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 你放开 看了 okay coronavirus